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忍出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You can tell my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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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施菊迈本来两个人不就是 互相喜欢吗 并且你也不希望被叶宝宝 这么横刀夺爱吧 那是两码事 互相喜欢跟谈访乱嫁 还隔着嫁江大海呢 再说了 他要是真喜欢 谁也多不走 如果他三心二意 强烈也留不住 董美 其实呢 你要是帮了我 我也可以帮你 叶叔叔 这么跟您说吧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答应您的 所以您也别浪费时间了 对不起 我还要演书 我先走了 董美 我可以帮你跟这儿解约 你以后就不用来这儿唱歌了 有自己喜欢的人 出去免费度个假 并且 换来了这三年的自由身 你觉得这样划得来吗 还是算了吧 叶叔叔 我爸从小告诉我 人生没有捷径可以走 横着省下的路 就会变成树着的坑 早晚都要经过 我先去工作了 我先去工作了 快要留心 快 快 孙少奶 小美 您抬手了啊 我馅饼都掉头上了 你还瞒我 您想多了 我上台了 我其实是 我还要不爱你 我还要不爱你 你 别 别 我还要不爱你 你 いや 你, 这也要不爱你 你, 这也要不爱你 我还要不爱你 你, 你, 这也要不爱你 这也要不爱你 我还要不爱你 怎么不得走呗 叶总 您是知道的 我这个人待人一向不薄 那他为什么不答应啊 这么好的条件 这要是时居卖愿意 我都想跟他走 这事得靠你了 我 我能做什么您尽管吩咐 我要让他过来求我 求我帮他解约 具体怎么做 你看着办吧 好吧 叶总 慢走 那就是让我当皇室人呗 爸 爸 您怎么来这儿了 怎么了 您拿着吃 爸 您就为这个特意跑一趟啊 您跟凤霞阿姨那儿不就完了 田妈妈跟耗子呢 在凤霞阿姨呢 这么晚了 您也快回去吧 待会儿赶不上末班车了 爸爸有事要跟你说 爸 我马上得上台了 是凤霞等着我呢 我问你 是凤霞 是个什么人 不是跟您说过吗 他就是同事 真的是同事 他跟叶伟东 在一起 我亲眼看见他 我亲眼看见他 小美啊 你是一个学生 少和叶伟东这种人来往 有危险 爸爸不放心 爸 您想太多了 这个 石军脉 他跟叶叔叔 没有关系 要有也是因为叶宝宝 主要是因为 我跟石军脉 都当过叶宝宝的家教 这个叶宝宝呢 特别喜欢石军脉 就非常的他不放 这个叶宝宝不是个好女孩 你少跟她来吧 石军脉跟叶宝宝是什么关系 叶宝宝跟石军脉 他俩其实也没关系 都是那个叶宝宝他单方面的 您知道吗 叶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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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提议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考虑一下 对大家都有好处 好 他让你干什么 他到底让你干什么 他想让我跟石军脉一起离开省城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跟你有什么 因为叶宝宝因为石军脉 离家出走了 他爸为了让他死心 就想让石军脉离开 小美 你好好读你的大学 我们现在是 没办法再来这个歌厅唱歌 你呀 就别残祸他们这些事 你知道爸爸 真有些不放心哪 爸 您放心吧 爸 小美 你干什么呢 叔叔 你先回去 我马上就来 他让你干什么 要上台了 爸 小美 爸爸 真有些不放心哪 爸 我真得开始表演了 不过 您放心 这没您想的那么复杂 我长大了 会管好自己的 叔叔 您放心 小美 你们该上台了 来了 爸 我走了 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 叔再见 快点去吧 叔 他们要上台了 您要有什么事 跟我说就行了 您不能去 来 赵哥 回来啦 怎么样 见着小美了吗 她怎么说 那你 小美现在 不听我的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急人 这孩子真让人操心 算了 先不想这些了 我正想跟你商量了 你看啊 天啊 太晚了 我怕你们赶不上摩班车 要不你们就在这儿住些 你看 就在这儿打个地铺 凑合凑合行不行啊 我还是回去吧 这么多人在这儿 不方便 必须走啊 是 那好吧 铁子 不玩了啊 不玩了 不玩了 有忙 我们回家了 你看 天黑了 回家了啊 回去吧 我们回家 我差点忘了 好 我跟你说啊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今天啊 胡教授来 他呀 认识就说 要给天早治病的 那个袁大夫 他答应了说呀 去约一个号帮我们 你说巧不巧 真的 当然真的啦 太好了 浩子 给 你不是要吃饼干吗 拿着 我了 好了 都有都有啊 好了 明天再来 咱们今天吃什么呀 我们吃烤肉吧 反正下午头俩解课 我们没课 我们可以多吃一会儿 小美 你去吗 嗯 我就不去了吧 我想回宿舍补个觉 困死了 那咱该晚上吧 反正晚上就没有演出 咱们四个好久没聚取过了 总是差你 算了 还是中午吧 择日不如撞日 我跟你们去 算了 你还是回去补觉吧 咱们今天先吃食堂 改天再吃烤肉 也只好这样了 我的灰虫 又生宴下去了 没事 没事 我跟你们去 我也不困了 算了 算了 产役有道 我们不能老撇向你吃毒食 下次吧 我们今天吃食堂 小美 你吃什么 我给你带 那就谢谢了 我要一碗打卜面 那我也要 你不老不小不干活的 不行 你切 行吧 那小美 你先回去补觉 我们打好饭叫你 好吧 谢谢 拜拜 等我们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 不是 麻烦你 我们找一下袁大夫 那你们挂过号了吗 还是第一次来呀 我们是约好的 那你先告诉一下 我稍后带你们进去 好 好的 你看 田嫂都进去这么半天了 也没闹哎 我看这家医院的大夫很好 我觉得也是 对了 统领 你真是冤枉十净班那孩子了 昨天 胡教授到我那儿去啊 我问了 他就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 而且品学兼优 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孩子 真的 绝对没错 对了 统领 我觉得吧 那个 咱们真得这个改改那些老观念了 那种娱乐场所啊 不是去的人啊 他都是坏人 我听说那个 学音乐的人啊 去那个地方 既可以锻炼业务 还可以进攻减学 我们可能真是冤枉人家了 你有空 你就找小美聊聊 你听听她怎么说 行吧 根据初步的接触 和你们家属的陈述来看 田女士的症状 属于是典型的应急性精神障碍 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的病人 发病前一般是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 起病呢也是比较突然 而且经常反复发作 但是经过适当的治疗和疏导 是可以很快恢复健康的 而且达到完全治愈的几率 也是非常高的 真的 真是太好了 袁大夫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会针对每个病人的症状和严重程度 涉及专门的疗程 田女士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在一到三个月的住院治疗就可以了 好 没问题 袁大夫 那费用大概是多少 我们好回去准备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您的 费用吗 我们是接受科研项目骨贴的 不但应该不是很重 加上住院和治疗的话 每个月总体在三千块左右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寗院病人比较多 咱们这里没有床位呢 没有床位 你好 我觉得呀 这个袁大夫肯定能治好田嫂的病 你看人家问的呀特别仔细 分析理由特别清楚 就是跟别的医院不一样 我也觉得这家医院好 田嫂啊 会喜欢这个医院的 没错 可是这个医院好 那来的人又多呀 这个田嫂就还得等半年多去 再去问问看 问问 好 好 您好 这是您的回职单 您可以回去听信了 到时候有空床的时候 我会通知您的 到时候您还想过来 可以直接办理入院手续 哦 麻烦你啊 嗯 你估计这里等多少时间啊 您前边大概有一百二十多号 估计至少得半年 哦 谢谢你啊 哎 这儿也是得半年 问他 我们能提前吗 嗯 你没听袁大夫说吗 很少有人放弃 估计差不了对 再想想办法 半年呢 他安下心了 这儿 天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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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们走了啊 好了阿姨 您家人也晚了 咱们今天就玩到这儿吧 走了 回家 谢谢 走了 走了 谢谢你啊 护士 应该的阿姨 您几位慢走 再见 你那个要执夜班的姑父到底还来不来了 王科长 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呢 我姑父来不了了 我姑昨天把腰给扭了 哎呀 这可把我撂着了 县党说了 再找不着人啊 让我过来执夜班 这可咋子 行了 你先去忙你的吧 哎 他正晚上需要执夜班呢 我想来 在这儿执夜班 对 那天嫂的号子怎么办呢 你快去吧 我心里有数 王科长 王科长 去等一下 王科长 你快说 那个王科长 你不是想找一个执夜班呢吗 他想应聘 你想在他执夜班 好 这个屋子啊 就是执班室 之前的李大爷执夜班啊 就是在这儿 你们看看 条件还合适吗 合适 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 留个电话号码给我 这个回头啊 等那个后勤的许总人 我问问看他们怎么说 哎 好 打这个电话就能找到你了 但是 您别介意啊 因为你这个说不了话 所以呢 我还是得先问一声 才能做决定 他不介意 他有事的时候 可以写字 好 如果着急 有什么着急事 他还可以敲锣 我们这晚上没什么大事 就是开个门关个门什么的 这个精神病院啊 不像银行 不着贼电机 那这样的话你们先回吧 这块反正有号码了 有什么消息啊 我打电话给你们 好 来 慢走啊 走了走了 走 你怎么会想到跑到这儿来治夜班呀 我想 现在这个医院不是没病床吗 我在这家医院值班 我尽能把号子带上 同时 我也能照看好田嫂 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这儿住 这样呢 我能更好地照看好田嫂 田嫂 我希望 田嫂能早点好起来 你好 你好 你可真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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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认识一大哥 请你喝一杯 不好意思 还要演出没有时间 那么不给面啊 我们要敬你酒啊 我不会喝 别走啊 你干什么呀 请你喝一杯 怎么了 跟谁下业 英雄秀美是吧 等着啊 别害怕 走吧 没事 别害怕 在叶总会呢 这种人经常出现 特别能装 稍微喝点酒啊 都以为自己是抽水发 谁叫我啊 你叫我啊 什么事 你叫周春发 是 他们都叫我发 你何会干 我不想为难你们 我是来交朋友的 一直行 不想为难 你可不想为难 你不想要 我花了钱 你们就应该哄我高兴 我买酒敬你们 你们还对我凶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你们这店啊 还想不想开下去了 发哥 发哥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教育好员工 你看这么着 来来来 我陪您喝 我花钱买的酒 现在被你喝掉了 算怎么回事了 我脑袋袖洞了呀 不是 发哥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 我的歉意 您来了能没有酒吗 大兄快 酒酒 小龙 拿酒去 得得得 我不要酒 我要面子 你们绝了我的面子 我怎么跟弟兄们交代啊 要喝 发哥 您想 怎么才能有面子呢 让他喝 他喝了 我的面子就有了 喂 刚才的酒啊 被你们给弄洒了 瓶子里的酒呢 让他给喝了 这杯啊 是我大哥喝过的 你要是把他给喝了呢 咱们什么事都没有了 就当给我大哥道歉 可是你要不喝呢 那 小姐 来 要不这么着 我喝 我喝行吗 混 小美 来吧 小美 小美 接着 接着 喝酒之餐总得出点鸡胶泡 先出餐 你替它喝可不算啊 不喝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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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快打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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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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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别被政府添麻烦 别哭了 小妹 别哭了啊 这不没事了吗 来我们这儿的三教九流 那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遇上个地痞流氓找麻烦 那是很正常的呀 今天没人受伤 没见着血 那都是好的啦 俊白啊 我也得说你两句 这年轻人真强好胜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得分场合呀 今天要不是小龙来得及时 我们这几个人 就都废了呀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想遇到这种事 你就不能跟他拧着来 这一步我退不了 你要是觉得麻烦的话 我马上就走 你看看 你看看 又来了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还指着你们俩呢 我是说呀 你们只要在这个场子里 我肖大哥 就一定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可问题是出了这个门呢 我也不能派人二十四小时 盯着你们呀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发生了这么多事 小美也唱不了了 走吧 赶紧回家 行吧行吧 就这么着吧 那你俩回去好好休息啊 小美啊 别害怕啊 时间长了就习惯 那个一会儿送你啊 你说他这个人 这 这是安慰人的 还是吓唬人的这是 别想了 这个食物呢 是忧愁的天敌 如果我带你去吃一体包裹 马上去阴险瓶仓 他是忧愁的天敌呢 我的姑奶奶 你终于说话了 你把我急死了都 你知道吗 君脉 你说叶总会 他经常都这样吗 现在想想 还真是挺后怕的 反正不可能像学校里面 不是那么纯净 到那儿的全是找刺激的 喝多了撒野的也有 但我们弹我们的琴 唱我们的歌 不招哉不惹祸 但至于那些蹬鼻子上脸 别脸不要脸啊 肯定也不能灌他们这毛病 可是 要真动起手来 闹事会吃亏的呀 其实 要是够我自己的话就什么 但是 他们欺负你 我要是袖手旁观的话 我还是男人 不用想太多 我呢从小也算是经历过 很多大风大浪 三岁的时候 调回一次经历 结果一点事都会 我爷爷说我 是观音转世 同来互体 出不了大事 英雄 这牛皮吹得够响啊 吹得我们隔几个 在墙角都站不住了 小白点 你伤了我的自尊 以后啊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登上 走 滑过去 赶紧上去 那你怎么办呀 不用管我赶紧上去 快点 别跑了 给我站住 我看你往哪儿跑 给我下来吧 警官 我把死里打 快 站住 我看了 你往哪儿跑 给我把死里打 你去哪儿见面 快点眼 走 滑姨 走 滑山 滑 滑 滑溜 你帮你把我打去 走 走 没事 我不是说过话吗 我有如来附地 不着急 我们好要跟人家商量啊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医院的靳院长 主任呢 临时有个会 我把你们这个事情啊 跟我们医院长说了 靳院长好 那坐下说吧 来 坐 坐 你坐 听小王说 你要来咱们医院应聘 夜班门卫 对 他呢 是想到你们这工作 只不过呀 他那个当兵的时候受过伤 说不了话 不知道合不合适 这个情况啊 我听王科长说过了 白天呢 是不大合适 人来车往的 来来往往的 需要交流 这晚上呢 就没什么事了 再说 我们这也就远要退屋老兵 那真是太好了 好啊 工资情况 王科长和你们说过了吧 能接受吗 能能 不能 不能 这个 那个 我 我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钱 不要工资 都破相了 还笑 我这是军工商 也是个荣物 不过想想啊 我这也算是 志友双弦 复兴高照 你呢 最好保证一辈子都复兴高照 这样我呀 不能在你身后 余光不胜你 咱俩 咱俩 没事吧 来 啥 我说你猪脑子啊你啊 让你这个人你去到派出所去 你脑子呢脑子呢你 小经理 俺们真是没想到啊 你说以前进局的 都是从正门进 谁也没注意过公安局后院什么样 那小的死往前跑 俺们就死往前追 点儿腿背影 我告诉你啊 以后我不找你们 你们千万别来找我 听见没有 小经理 就这点啊 不是说好的两千块钱吗 你还想要多少 那弟兄们在里面蹲了一宿 待半天了 怎么的 我得得摆一堆犒劳犒劳 那是你笨 是你笨你知道吗 跟我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叶总 这个事吧 是我没办好 您别着急 我再想别的办法 你再想别的办法 我有时间吗 我的叶宝宝 我要是哪天没看住 就没准给我抱个孩子回来 你说我还等得了吗 嗯 叶总 您放心啊 我这还有大招呢 不到特殊时候 我一般不用的 大招 还特殊时候用 大招何武器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是不犯法不出人命 什么招都能用 你放心 您放心 听说您要带两个家属过来 说我们医院没有这么先例啊 嗯 嗯 我 嗯 嗯 你啊 嗯 啊 那个 您就帮帮帮忙 她呢 不但一分钱不要 还可以倒贴钱在这工作 嗯 那她这么做是图什么呀 他就是想啊 让我嫂子住在这儿 就近请你们袁大夫看看病 你是想让你老伴 上咱们医院来治疗 那 那不是老伴 不是他爱人 是他的一个邻居 一个多年的兄弟 现在这个儿子因为出车祸了 带着儿子在北京治腿 然后他老伴就是填扫 脑子受了点刺激 所以就是想请袁大夫帮着看看 那还有一个要住过来的是谁啊 耗子 那个 耗子他是小时候啊 这儿就有点不太好 他的妈妈就因为那个车祸呢 走了 他妈妈有点不靠谱 我这耗子是他外甥 就一直呢跟着他过 对 对 一直啊由他待在身边 所以 您还真是的 还满意吗 还满意吗 好 嗯 嗯 嗯嗯 嗯嗯 院长 那个填扫治病的那个钱呢 我们一分都不少 会交到医院 对 只要你们能答应 怎么着都行 可能门卫视网实在太小了 三个大人实在住不下人 他是说呢 他晚上出去值班呢 填扫和耗子可以休息 白天 白天他们俩起床了呢 他呢再回到那儿休息睡觉 他睡觉很少 每天五六个小时就够了 那个啊 白天耗子醒了 还可以啊 给你们医院当义工 免费 免费当义工 情况我清楚了 可这事啊 我一个人决定不留 我得跟领导班子 其他几个同事商量一下 等一会儿给你们一个答复 嗯 拜托 好 好 来 坐下 稍等会儿 啊 谢谢 来 让你们久等了 来 我和医院领导班子几位同志商量 一知一见啊 门卫室太小了 三个人住不了 不合适 再说这样 佟先生身体也受不了了 嗯 嗯 嗯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对 他身体没事 院长 佟先生 别激动 我还有个好消息和你宣布 嗯 三个人住门卫室这事啊 确定是不可以了 但是 您的这种打一打人 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 我是深受感动 会上我也说了这事 同志们也都深受感动 会议决定 给田嫂特批加一张病床 您现在 就可以带她来入院治疗了 什么 嗯 我没听错吧 加床 没听错 佟先生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田嫂 你一样可以过来治疗 你现在 就可以带她过来治疗了 谢谢 谢谢 好玩吗 浩子 嗯 好玩 到了那边啊 你得听大夫的话 我跟佟临啊会经常去看你的啊 衣服穿脏了 就把它换下来 拿新的换上 我每次去的时候 不给你拿回来洗 去看光明 不是看光明 那个光明啊 她有事开车出去了 等她回来啊 我就带着光明去看你 看光明 你 你要是不在那儿不听话呀 我就不带光明去看你了 听了 听了 看光明 不脱不脱 这个得穿着 冷 穿着 这个得穿着啊 对不起 好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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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